大兄姐妹平安 今天落享盛言的经文是来自《诗诗记》十二章八至十五节 这段序事的时序是发生在耶佛他做诗诗之后 和最后一位大诗诗参宣出场之前 当中记载了三位名不经传的小诗诗 以比赞、以伦和厄顿 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和支派 总共做了以斯列的诗诗二十五年 相比起经文前后的两位诗诗 这里的序事并没有很均裂的战事 反映到当时的社会尚算安宁 局势稳定和平淡 至少我们看到经文描述头尾两位诗诗 以比赞和厄顿 他们都是儿女成群的 而连同在中间的尔伦 他们三个都是寿终正寻的 以比赞、尔伦和厄顿分别做了 事诗七年、十年和八年 每一个都比耶佛他的任期长 要留意的是 经文首先对耶佛他的评价 并不是完全是正面的 耶佛他做诗诗的六年期间 曾经因着轻率的誓言 轻生了自己的女儿 又因为寄恨残杀了以法联支派的人 这两件事都令到以色列为之哀痛 带来很深远的影响 经文甚至没有评价 他为国中带来和平 相比起这六年来的悲剧 这三位小诗诗的二十五年 就比较安定 或者也更有秩序 或者正因为经过民族悲痛的惨剧 所以才会令当时的人 更加向往有平安的日子 不惜一切地维护难得的安宁 耶佛他他做诗诗之后 就到以比赞作诗诗了 他为六十个儿女都安排了 很策略性的婚姻 我们没有办法去查证 这些联婚是爱族通婚 还是只是他和以色列其他支派 捕族去结亲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以比赞是用结文的方式 来管治以色列 直此来达到一定程度的和平 同时通过这些婚姻 以比赞就确阔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 这样安定的局面 延续来到以伦去做诗诗的时候 有十年的时间 以伦之后就来到厄顿了 厄顿去做诗诗的时候 经文提及他有四十个儿子 三十个孙 并且形容他们出入的座剧 都是具有象征皇族特权的奴区 虽然厄顿他这个牌面 极其量只是一个地方的统治者 但经文这样强调 有继承权的后裔和皇室特权 反映来到这个时期的诗诗时代 其实正在酝酿着立皇的意识 距离百姓正式要求立皇而厌弃神不远 这三位诗诗他们都竭力 维护了民族的安宁 但是他在模型中 将百姓推向立皇的试探里面 或者我们都经历过 当一个悲劇发生过一次之后 我们就会很想 揭尽全力去极以修补它 避免再重通覆辞 而当这个情况稳定之后 我们就会很想 去极力维持这份安稳 务求这个平衡不会被打破 努力也都不会付诸流水 白费心机 我们看到这三位诗诗 他们都是这样 他们没有借辉煌的战士 来到一举成名 他们都很努力地扭转 耶伐他造成的绝望局面 维以色列带来了25年的安稳 他们的故事提及婚姻 儿女后裔 骑奴出行等等的生活所事 仿佛都在肯定 在乱局过后 应该去想 如何努力好好生活 不过这里的罪事主题 明显就和《诗诗记》里面 对于背叛 压迫 战争 以及拯救的关注 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反映了其实整个民族在安稳背后 也都有很强烈的迷失感 这些事实的罪事 是对整个民族群体的无声控告 或者也是一个警告 提醒着一个信仰神的群体 他们努力去修补过往的错误 密密安守本分 或者都是重要而值得欣赏的 但如果维持平稳 是因为害怕受伤 继而逃避去面对里面的隐忧的时候 就会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 求神都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安稳的时候 我们可以传感恩的心 来享受神的同在和治愈 但是也求神释放我们 对于安稳被打破的拒怕担忧 以致我们能够去正视 在安稳背后存在的隐忧 信得过神 祂仍然会一次又一次 带领我们 以超越我们想象的方式 引领我们前行 引领历史来去发展 让我们一起祈祷 参的神 凡是在你的手里面都有定期 我们知道策位有时 建造有时 撕裂有时 逢保有时 战争有时 和平也都有时 求你怜悯 世人的忧患甚多 以至一旦我们尝到安稳的美好 我们就会很想极力维持 扣自己的手 来到去建造盼望 求你世面我们可能会是这样 不知不觉间取代了你 去成为盼望的治愈者 求你赐给我们敏锐的灵 来到去察觉自己的迷失和远离 让我们能够再次回转去归向你 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